真好吃 老大叔 你們別看林鄉 這個人不怎麼樣 手藝還是不錯的 當然這個 叔我也要 這麼強 我自己吃 蘇墨 你怎麼樣 怎麼了 吃啊吃啊 怎麼都不吃啊 我做的 不合你們胃口啊 老大 這桌子 是不是有點擠啊 要不我們林開一桌吧 別啊 來都來了 平常想約 都聚不來這麼齊 既然都在 就好好聊一聊嘍 來啊 吃吧 孫默 來 吃雲 你們倆能不能消停一點了啊 能不能別在我這單身貴族 你面前秀恩愛啊 知不知道單身狗的怨念 是很可怕的 你們老師怎麼認識點人 我們 在我英國留學的時候 認識的 英國 像他這樣的男人在英國 應該很吃香吧 你究竟是打敗了 多少競爭對手 才把他搞定的呀 是我追的他 為了他 不知道有多少女人 晚上睡不著覺 所以然然 你得好好地珍惜我 你喜歡我們然然什麼呀 不想說啊 還是說不出口了 孫默別說那麼多了 來 喝酒 然然來 你給你來 到點兒來 不客氣 來 冉冉身上呢 吸引人的地方特別多 對我來說 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傻 他特別容易相信別人 特別容易喜歡別人 也特別容易原諒別人 對感情特別地單純 單純其實就是心無雜念 認準什麼事 就百分之一百地努力去做 絕不猶豫 即便是遭遇風雨 也從不放棄 這麼看來 單純不是什麼壞事 你看 傻乎乎的 多可愛 說到的不虐待人狗們 你們怎麼那麼討厭呢 快去快去 快去把我的公娘拿過來 快去 在我看來 林先生也是個單純的人 蘇小姐既然選擇了林先生 應該可以認同我的觀點 不都說 只有騙子才喜歡人傻乎乎的嗎 你是騙子呀 我從來不說謊的 是嗎 那你和冉冉之間 也沒有隱瞞過什麼事情嗎 你倆之前也沒有什麼秘密吧 思慕 你是真的不了解這個人 你覺得撒謊容易 還是說實話容易 他這個人這麼懶 肯定不會取一求難 放棄說實話的快感 而去撒謊的 是啊 錢安達 還是你最了解我 你覺得我們兩個像嗎 像什麼呀 可能現在不太像了 上學的時候還是挺像的 那個時候 他是我們學校的大姐大 但是其實跟我是好朋友 但也不知道為什麼 我穿什麼呢 他就穿什麼 我買什麼他就買什麼 我喜歡什麼 他就跟著喜歡什麼 這一點到現在都沒有辯過 你看 昨天我們還穿了 同樣的一條裙子 今天 人用的香水都是同一款 如果我們早一點認識的話 說不定我們也會挺聊得來的 真有意思 老大 我記得上學的時候 咱們穿的都是校服吧 誰跟誰學啊 還有 什麼時候你就代演了 人家全球銷量好幾千萬呢 都學您呢 一個小小的網紅 就敢站在宇宙的中心 呼喚個人崇拜 寶大 我就跟你說 不要找這種人來做代言啦 找我多好啊 好歹我有才有貌的 關鍵是我還不貪 我絕對不會吃著碗裡的 還惦記著把人的鍋給端了 幹一模特兒的活 還惦記著 再烙一建築設計師 要不是你嫁了林曉安 要不是你是我們老大的同學 你能有這機會 林曉安 你們家病人今天吃藥了嗎 蘇母 從我讓你去我們紅眼集團 做代言人的那一天開始 我就從來沒有想過要為難你 即便我的心裡有無數個不痛快 但是我們三個人之間 這種尷尬的關係 總要有個了斷吧 總要有一個人先邁出這一步 我現在已經邁出了一步 為什麼你還要留在過去呢 我不知道你今天 凡惹夫婦的發脾氣 到底是為了什麼 但是有一點我請你搞清楚 咱們兩個現在不是敵對關係 而是合作的關係 在個人恩怨之上 還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需要我們兩個携手去完成 我希望明天在策劃會上 你讓我看到你真正的事 那我也回來了 謝謝你 我來 出